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SD 鋼彈 EX-Standor 裡面的 風靈鋼彈死給 那萬彈已知徹底放是BB戰士了 所以之後的SD 鋼彈 幾乎都放在這個 比較簡易的系列 SD EX-Standor 附帶一提 我以為是S系列 已知GG的 沒想到它要復活了 那這個系列就是主打 價格便宜造成帥刺 但是分色很簡單 而且還有大量的貼紙補色 而且有時候透膠的部位會比較明顯 它會閹割掉一些鋼彈本來有的功能 像這個風靈鋼彈 它的盾牌的功能就被閹割掉了 然後這個盾牌只剩兩個鋼彈 可以拆出來 你就可以把它裝到肩膀上面的洞 有一點落幕啦 因為很多功能都被閹割掉了 就看看就好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型態 頭頂還是相當的帥氣 那分色只有三個顏色啦 紅色白色跟透明零件 那頭部側面黃色的地方也是補色的貼紙 那頭部的火神炮是我自己補的顏色啦 而頭上的條紋就是直接貼貼紙 外面再裝一層透明的零件 演織除了綠色的貼紙之外 也有紅色的貼紙可以選擇 頭根不只是雙頭的手關所以任意的角度旋轉 身體的關節可以往前折 手臂360度旋轉 側抬大約45度 二頭肢旋轉 手繩的關節 手肘彎曲 大約80度 拳頭可以旋轉 拳頭上的裝掌是貼紙來呈現 比較明顯偷膠的部位只有拳頭的底下 還有手臂的內側 大約這兩處而已啦 手口的補色貼紙也給的非常的多 這兩條黑色包括黃色這一塊 其實是一大塊透明的零件 但是因為貼了貼紙就把它蓋掉了 我是覺得透明黑的零件有點可惜啦 因為半透明的質感就被遮住了 領口黃色的地方都是貼紙 那補子也是灰色的貼紙 腰部也是一個修繩關節往後往前 左右的旋轉 大腿上這個姿口還是很迷洋 感覺本來想要做盾牌分離的 後來取消的 那抓一次G版的也可以啦 大腿這塊零件一樣是黑色的透明 黏著可是外面又貼的貼紙 那因為腳的補色貼紙也是給的很多啦 所以看起來是還不錯 大腿側台大約45度 前台幅度還蠻高的 沒有屍蓋彎曲 其實好像也不太需要啦 腳掌是球關的接地 蠻容易掉的 腳底板前面紅色的地方是分色 但是後面就是貼紙補色的 背包黃色的地方跟這個彩虹的地方都是貼紙補色 包括關束鍵筆也是一樣 我是覺得關束鍵筆就有點過分了 但是因為這個系列則是比較便宜啦 所以很多功能都閹割掉了 後面的綠色色影子也是老樣子貼紙補色 那它的槍可以插到背包的位置 槍就是直接一塊零件而已 而且非常的薄 也沒有關束鍵的特效 那這個盾牌幾乎都是貼紙補色啦 那只有上面這兩塊可以分離出來 不過視節開的話是還不錯啦 而且背面也有視節 但是靠一個灰色領件 直接握在手中就可以了 關束鍵就是一根白色的領件 關束的地方就要自己塗裝了 那這個盾牌跟槍還有關束鍵 還有一個原創的合體功能 首先把盾牌轉一個方向之後 這個握把轉個方向就把它裝到後面這個洞 前方的卡就要裝入這個關束鍵 後面這個洞就可以裝入這個關束步槍 其實還蠻帥的 我對這種合體武士沒有抵抗力啊 不就是人天使鋼彈的GN鍵嗎 那跟HG1比144風靈鋼彈擺在一起也是蠻好看的 這是大人跟小孩的概念啊 那今天這個HD鋼彈EXStandard的風靈鋼彈呢 我是覺得以它的價位來說 做的也算不錯了 那你要像以前一樣 100多塊買到分色很精緻的BB上次 那個時代已經回不去了 現在只有這種簡單分色 但是補色貼紙給你很多的模型 所以萬達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你要更精緻的分色 這次去買MGSD 順便帶一盒回來都沒什麼壓力 因為組裝過程輕鬆 然後價格又便宜了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